轰6K夜间绕岛就是台湾 绕台湾巡航 这个要变成了常态 中央宣传部已经授予解放军 空军航空兵某团 飞行二大队时代楷模的称号 轰6K 他们的事迹包括什么 率先完成了夜间绕飞台岛的巡航 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而且未来也是要常态化 刚刚我讲说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军舰 还有包括他的轻航母到越南 其实就是联合越南想要牵制中国 然后你看到越南的国防部长 最近又到了印度新德里去拜访 然后印度马上投桃报李了 才第一次见面就送他一艘 现役的飞弹护卫舰 然后当然越南之前也放话说 要跟印度买一些军备 后面会不会做不知道 所以印度的势力迁进南海 然后再加上印度澳洲日本 美国的QUAD的四方安全会谈 然后再加上拉了越南一起进来 全部的矛头箭都是指向中国 那当然背后就是美国嘛 美国在那边 所以这一连串就是从我们第一个小时 那时候谈到美中的这个 最近的一些局域开始 你就看到美国的动作 导致他同盟的这几个小老弟 开始动作不断 老大哥一生了 然后小老弟开始各个地方钻 做好战斗位置 韩国呢当然不落人后啊 美国要日本这样做 你韩国怎么可以 你一点动机都没有 所以乙锡院你看 从去年到今年初 然后一直到千万的 这个华盛顿宣言之后 更是更积极 不惜你看他对这个李在明 这个邢海明跟李在明讲的话 他会整个好像火冒三丈一样 邢海明不过就是讲 有人赌中国书 有人赌中国中国跟美国之间 有人赌这个美国赢中国书 赌中国书了以后可能就会后悔 他不过就是这样讲 他也没点名也没讲什么 然后他对李在明 你也可以说他是么么几句在抱怨 韩国可以用他整个总统这个 尹锡悦他已经完全抛弃了 过去文在寅政府的路线了 好你要整个亲美反中没有关系 但你完全亲美的结果就是 把这个邢海明的事件当成外交上的炒作 我看那个韩国的媒体报导 他是认为说首尔当局你可能会希望 中国你赶快把这个新海明招回去 但有点走钟啦 因为就是那个强强对决 所以让大陆网友觉得强强对决 会炸锅啊 你跟我同一个党次吗 你看韩国截至5月20号的出口贸易 逆差是295.6亿美元 然后中国大陆从对韩国 本来是他是最大贸易顺差 变成贸易逆差 你看好像韩国的出口暴跌啊 任何方面啦 经济的啊军事啊 各方面真的是 你韩国其实跟中国大陆是很近的 有地缘关系的邻居 姑且你不要说你首尔跟北京做好邻居 好伙伴 但没关系啦 我说强强对决 他们自己开心嘛 你就是自我感觉良好啊 那你觉得这个呢 我们台湾该怎么办呢 我们当然是有自知之明的 我们当然有自知之明 就是情势会越来越不利 因为这证明了中共解放军 在24小时的全时时 就是全日的这个不分昼夜 从俄乌战士得到了一个经验启发和教训 他们认为24小时的全时的这样一个战备 全时的这样一个作战态势是必然的 所以你看到轰6K 他不断的在演练这个夜间绕岛群航 以后他就是常态 以前都是白天嘛 然后他还会故意po出这个玉山山脉 什么从花东拍过去的海岸山脉 玉山山脉的一个照片 就知道说白天已经大家都知道习惯了 那现在晚上也来 那24小时 要变成常态 就变常态了 那对台湾的整个战备的这个 它的一个因应会更加紧缩 压力就很大 压力就会更大 的确 那我们的飞弹的追苗 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战备 就会被这个轰6K啊 空中的这个轰炸机也好 或者是他的这个各式的军机的洗脑 然后海上的这个军舰的不断的 从一下子台海 一下子这个台湾东部的海域 就会形成这样一个包围的态势 对 而且中美关系越紧张 说实话台海的关系也会 它就是以后如果什么危机发生 先包围台湾啊 就把台湾整个变成瓮中自憋 对 会联动 来 最后一章 我们让韩斌来谈一下 先来看这个很有趣 C919之前大家讲了很多 现在横空出是一个C929 但当然它其实不叫C929 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巴黎航空展 很大的展览 规模很大 其实它还没有出来 只叫做长航程的宽体飞机 注意到一个是宽体 一个是长航程 它的航程可以达到12000公里 最大起飞重量是247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个C919 它是个载体 这是个宽体 所以大家就不知道该怎么样给它起名字 但过去我们看到跟俄罗斯之间 有一个CR929 跟俄罗斯过去合作 有这么一个宽体飞机 C就是中国 R就是Russian 对不对 如果说这是大陆单独做 又是个宽体 又是个长城的话 它又是个商用 从C919plus 所以大家现在媒体叫它C929 所以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曲曲折折的来源 就是C929横空出世的概念 C919已经出足了风头 对不对 虽然当然目前你说美国制裁等等 你要外销到欧美很困难 但是光大陆市场 各航空公司捧场 生意就已经做不完了 韩兵怎么看待 宽体的也出来 C929 其实他们的计划一直都是这样的 就是早在C919 其实还在规划阶段的时候 他们未来本来就是要做929这种 因为一个是中城的 然后载体客机 然后一个是长城的宽体客机 那当然是要满足各种不同的市场需求 跟航程嘛 那可是现在C919刚刚上路 那现在欧美的四航证都还没有拿到 那这个恐怕是一个非常久的历程 也就是欧美一定会尽量去挡 因为如果不挡的话 那他自己的空发跟波音怎么办 所以他们一定会挡个 十几二十年以上我想跑不掉 但是慢慢慢慢的 当如果他在中国市场内 因为现在中国市场内 已经订了几百上千价 你这样订下来之后 他如果长期的航行之后 他用事实验证的 他本身是耐用可靠的 而且有一定的经济效益的 那接下来慢慢慢慢就有一些国家 就不会再遇到 会发给他四航证 到最后他也只有开放 所以中国大陆步骤就是这样子 C929你挡没关系我先做 我先做之后先在我自己国内飞 然后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 也可以开始飞 那飞了之后这些国家开始有信心 我自己国内市场有信心之后 我的929就可以推出来 那929推出来之后 就接下来要再拿四航证的历程 就不会像929这么慢 连接速度好快 海上的造船也是跟下饺子一样 海上空中的也是 实际上他们通常都是你推出的时候 中国大陆他的军武也是这样 他在推出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有 在研发一带 已经有另外一个更先进的机型 正在研发 那还有一个超先进的机型 已经在规划当中了 他们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步骤 所以其实C929当中在建的时候 这个929已经本身都已经在 开始做一些测试了 那当然对929来讲最大的问题还是 其实还是一个最基本的就是引擎的问题 因为919现在他的引擎是用外置的 对那他预计未来是要用中国 中国大陆自己制的取代 可是我们必须说 即使是用上中国新 中国大陆自己做了这个引擎呢 他本身在燃油效益上 在某一些特性上面 恐怕还是不如这些有长年经验的 这些国家 但是他的好处就是 第一个他可以自制 第二个他比较便宜 对这个就是差别